大家好,我是江湖,今天为你揭秘的是古天乐的犯罪现场幕后故事。 一,与其他警匪片不同的是,犯罪现场中的画面更多是在真实闹事取得紧。 开头提起故事线的珠宝殿抢劫案,拍摄起来本就不简单,更何况是发生在了群众聚集的闹事。 但包括古天乐在内,大家一致认为这样拍起来更显真实。 二,拍摄洗衣房的戏份时,剧组真的找到了一处有很多洗衣店的区域,然后将那场爆炸戏一进到底。 先是拍了古天乐和欧阳夫妻聊完天,刚走出来身后就来了场爆炸的画面,之后再接着拍起走回去,看到兄弟被炸死的戏份。 三,这是古天乐严格意义上首次饰演汉飞角色,剧组拍摄时也格外侧重了呈现他的感受。 导演冯志强认为,这部电影更多还是以人物为主,因此在表现大反派汪欣言寡言少语且心狠手辣的同时,也凸显了其讲义气重情义的一面。 尤其是在珠宝殿抢劫案之后,汪欣言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。 再加上其在长期压力下导致的幻听幻视失眠现象,诸多因素加起来,也更多的为这部《暗中有暗》罪念丛生的电影加码了不一样的人设风格。 四,结尾出的乱葬岗绝杀战,也是在参考真实场景的基础上设计而成。 真实情况下,所有没人认领的海骨都被放在杂草丛生的乱葬岗。 于是电影中最后呈现出来的画面,便是剧组另外在找相似山头,然后按照所需情况重新建造出来的。 古天乐曾透露,当时比较麻烦的是拍摄场地下雨后,会有很多红火椅出没,大家经常会被咬到。 而且要拍摄枪战,就要不可避免地躺在地上演戏。 拍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挑战,更别说展现出具体的感觉。